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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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如果是我我會推薦你 落地去找武器庫 然後打完起飛 打完起飛打一組 打一組又打兩組 不用歸爛也不用到歸爛 就是你打完一組兩組 你還是要學習怎麼打架 你懂吧?你還是要學習怎麼拿到分數 殺人 你也可以單純黃圈沒有問題 但你就要夠有耐心去找一些點字 你可以黃得到他自己不會死 那你黃到他們分數也賺了 可能三四分五六分 那你們基本上分數很夠 就可以 開始去找尾圈點 然後找一些最好的一號位 二號位去買 然後打尾圈 我覺得打起來蠻好玩的耶 我也這麼覺得耶 這季積分超爛 不會啊 我覺得這積分才是正常的 你知道這才是讓我有動力想要去打積分的一個 一個key 你知道嗎 之前那個就完全沒有成就感 你知道嗎 之前成就感打完第一名可能就只有這樣 可是今天打完第一名是這樣 你知道嗎 你拿第一名你就會覺得很爽 你之前那個就是 那一堆水大師 然後那個排位 我其實從第一期就已經知道 這遊戲出大師之後 然後我看到這麼多人在爬大師 我就發現 這遊戲的大師完全沒料 你自己去比較那個鬥爭特攻 我們就講最近的就好 鬥爭特攻 那個大師是真的大師 是真的很硬 不好打的 我們這邊的大師 這個菜跟白金鑽石一樣 大豪殺 我覺得他這樣做 我覺得很好 非常好 你進去 你有這個 入場費 入場費你要買 我們就看這個入場費就好了 我現在是白金一 一場進去要60分 來我們再看排名 60分 我們單論排名 你歸歸到第四名 你只有55分 你還是-5 那你還是要去殺人 他這個版本就是鼓勵你 強化你所有的數值 你要會殺人 你要會買圈 你要會踩點 你要進圈 那你說用龜的有沒有辦法加分 有阿 加10分你要加嗎 20分鐘 讓你加10分你打不打 所以你當然要去學會怎麼去殺人阿 你殺人的話 你分數就相對的會比較高 有嗎 我大概是頂獵群裡面槍最軟的 但是我買圈最強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自認阿 如果聽不下去那就算了 槍印不起來嗎 也不是槍印不起來 就只是 就只是 META在變 打法也在變 我可能 我自己 最習慣的那一套打法 很不適合現在 打比賽就是拼意識觀念 買圈 就這樣 踩點 感覺槍法不是什麼太重要的東西 當然阿 有槍是完全能輔助掉 很多事情 比如說你打遠程 你們在收頭的時候 你的槍夠硬的話 基本上很容易打到頭 如果你槍不硬 那更別說 你沒有那個基礎 你根本就打不良 以前根本亂打 聽到槍聲就想去 也不想要幾個人 反正摸好一機會 加十分 對阿 現在就這樣阿 所以現在很多人 正在被這個積分聯賽的 賽制教訓中阿 一定會有人 學會教訓 就會乖乖去打前三 你們可以觀察 牆的人 為什麼他的牌位 會爬這麼快 這麼高 那就是因為他們知道 這個賽制怎麼玩 越了解賽制的人 爬得越快 越不了解賽制的人 就會覺得這賽制很爛 是你要去適應環境阿 不是環境去適應你阿 你們會覺得這賽季難打的嗎 讓我加1一下好不好 那個 那個加1一下好不好 會覺得很難打嗎 這季沒有水鑽的意思嗎 對沒有水鑽 加1有這麼難打嗎 很難打你們是單排還是有隊友 還是沒隊友 有隊友 有隊友 我跟你們說 是因為以前 以前的環境讓你們過太爽 你們會覺得 哇上分好簡單喔 輕鬆上 有沒有 我一天要打一隻大師蛋都沒有問題阿 一天要打一隻大師 好有點難 打一隻鑽石沒有問題阿 說錯了 一天打一隻鑽石沒有問題阿 現在是因為賽制 就是積分的那個賽制有歸 就是有大幅度的改變 所以 其實你們會覺得很難爬 我也是可以理解阿 因為我自己都覺得 難爬但是 念得到東西 學得到東西 主要這地圖很煩 那你必須去了解這地圖阿 我以前也不喜歡這地圖 在這張地圖 一開始出的時候我就有講 他應該會變LGS地圖阿 沒 真的是 講太準阿 馬上馬上就變成LGS地圖 那我覺得 我一開始是蠻討厭的 因為我不熟 你懂嗎 我不熟 我去哪都死 我去哪都 都一直死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 覺得對地圖不夠熟 沒有辦法去掌握那些地形 所以就一直死 直到 我開始認真去研究這張地圖 我才覺得這張地圖真的有個好玩 真的有個好玩 現在是不是避免落地戰 沒有 我更建議現在就是要打落地戰 但是只有一組的時候可以這樣做 兩組的話建議不要這樣做 因為有一組的話那個就是分數 你打掉了你就可以不用煩惱了 好不好 你要打一組 弄到尾圈 你團隊走五六殺 也是加兩三百分阿 不錯吧 沒朋友有去找朋友 有去交朋友 主播對新角覺得怎麼樣 會在比賽出現嗎 我覺得一定會在比賽出現 那隻角是有點過強 有點過強 有隊友好玩不難打單牌有夠難打隊 現在的環境對單牌不夠友善 他應該要出一點機制讓單牌過得比較好 比如說 入場費扣半 或是入場費 或是進去打的分數是 1.5倍之類的 下半星世界便宜沒錯 今天可以抱貓嗎 他真的好可愛 可是我覺得他不可愛 會覺得武器不太強嗎 不會我覺得很好玩阿 有好有壞 單牌隊友很智障怎麼辦 氣氛他 抓他的頭去撞臉壁 用力撞 他撞他不是變自戰為主 盾難有什麼技巧阿 盾難就是 盾難就是 不要死 然後 叫你的隊友去玩一些可以拿高點的位置 他去打破口 你可以去打一個口 打不贏你就落個案 不然就自己加一個盾 新角大與大胖沒有 我覺得這兩個還是不能比 就是 不同性質 白胖必要出嗎 不必要 新角能在比賽中取得白胖嗎 不會 比賽會出新角嗎 會 武器庫要怎麼打出大金球 來聽我講 一分鐘內打出 你只要打八波 就可以了 八波 打越快越好 然後建議拿連射槍 不要拿那個 奇怪的東西 蹲武器庫裡面的人打人有料嗎 基本上你蹲 基本上打不贏阿 我覺得武器庫的人 會比蹲武器庫的人還強 第一有配件 第二有甲 你上面你要來蹲的 都不知道你是白甲還是藍甲阿 基本上打不贏 只會覺得新角會削弱嗎 削弱他的Q吧 Q持續太久了 這個新角叫什麼胖人 很多人說盾胖或小胖都可以 盾難要配什麼角色會比較好 我自己的理解是瓦基加天際線 狗還能出馬可以 積分的話 基本會嘗試單排爬分嗎 不會 單排爬分我就跳樓 後面是在練犬嗎 是 鑽石前拿長弓有料嗎 有料一直拿 這圖拿長槍都很有料 只是你還是要防一個短槍 盡量不要試單發的 就是連射卡阿九比較好 平行也可以 我覺得撈選手大家都去同一個宿舍 大家都一起練習 睡覺師班這樣效果很好 確實阿 為什麼APEN不這樣 因為沒必要 應該說太燒錢 去住的話就很燒錢 你看我們現在每個人自己在家裡 我跟你說自己在家裡有 自己在家裡的好 什麼好 很自由 你想幹嘛就幹嘛 你想大便去大便 你想吃飯就吃飯 你想睡覺就睡覺 但你去宿舍呢 一定會變強 為什麼 大家有機率嘛 整個隊伍是有機率的嘛 時間到我就是他媽媽乖乖練習 沒有再跟你開台 沒有再跟你哈啦 但是其實現在宿舍你要去開台也是OK 只要有六台電腦 三台是認真打比賽的 三台是自己房間 自己要去開台隨便你 不會影響到隊友就好了 實況做效果沒有問題 但是不是實況 打比賽就是要認真 但是你要怎麼取決於這兩個 這兩個之間的平衡 APEX來講是非常困難的 你懂嗎 台灣環境太差了 台灣環境太差了 你有底薪就真的很屌了 拍照 我會看到你 一會兒 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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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